3 2 1 明天出發 香聲響起數以千級的民眾 從必殺魚港出發 走向目的地朝進公園 這是由中華民國縣市體育會聯合總會 舉辦的全國新住民 健走嘉連華活動 在疫情趨緩下 主辦單位希望藉此鼓勵民眾走出戶外 享受陽光 開心迎接 役後新生活 114年全國新住民 健走嘉連華會 今天 在這麼好的天氣來辦理 我們非常謝謝 我們市政府還有議會 尤其是體育署大力的支持我們 海隔館體重這麼好的場地 我們今天 從必殺魚港出發 健走的時候有將近 剛才紀念名跟 魔採劍花了三千六百多張 可見大家非常的踴躍 尤其現在疫情過後以後 大家都在運動 太陽這麼大 多運動身體會健康 參加民眾走過平浪橋 抵達嘉連華活動會場 朝進公園 現場聚集了三十攤 來自菲律賓 泰國 印尼 越南等 東南亞國家的美食小吃 吸引了大批的排隊人籠 大力支持這項活動的 教育部體育署方面期盼 藉此讓各個族群都能多運動 身體更健康 新住民現在已經是我們台灣的 第三大族群了 所以事實上來講的話 我們也非常重視各個族群的運動的權益 那還好是在我們總會這邊的協助下 然後也來舉辦這樣的一個有意義的活動 讓民眾能夠更了解這些其他國家的這些文化 然後體驗他們的這個美食 那另外也可以借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很多的新住民能夠一起來運動 來享受這個運動的熱趣 跟感受到這個運動的這個益處 然後進而就是有更健康 這個身心更為健康的一個生活 包括基隆市長參選人謝國良 立法人蔡世英代表及各黨派議員 也都熱情出席這項活動力挺 舞台上則有各個民族精彩舞蹈表演輪番上陣 與新住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移民署 也特別到場擺攤宣導 希望協助新住民朋友融入台灣這個大家庭 我們一年一度都有新住民健行嘉年華 這個雖然是我們體育會主辦 但是因為我們移民署是新住民的一個娘家 所以我們絕對會全力支援這個活動 那今天我們也有攤位來擺攤 那同時我們因為年底選舉到了 我們移民署可以大力來宣導說反會選這件議題 那還有我們的一關相關的照顧移民輔導的措施 那我們有一個外來人口的生活諮詢服務熱線 現在正式改版為1990 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宣導有任何的生活資訊 都可以打這個電話它有七國語言的一個翻譯 另外鄭錦州也宣布 全國萬人劍走活動今年9月將再度在基隆外幕山登場 主辦單位已經募集到百台變速腳踏車 六輛機車及數百樣的家電用品 獎品非常豐富 邀請全國民眾一起來基隆享受無敵山海美景 我們現在目前有募了120台的變速腳踏車 六台的山陽機車還有數百樣的我們家電用品 9月3號早上8點鐘在外幕山我們停車場 希望全市的市民大家來運動重大獎升級 會成功 記者黃之森張啟騰採訪報導